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王一博被曝在录音棚牵手,两人还有保密协议,CP粉下场猛磕糖。 肖战和王一博又上热搜了,事情是咋回事呢? 花哥简单的给大家讲讲事情的起因经过,前两天一博主成一在微博上透出肖战跟王一博两人在录制无稽时视频,这位博主可是陈情令偏委曲无稽的作词人,他这微博一发,相当于公开带节奏科CP了。 果不其然,CP粉看到之后简直像过年了。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16号当天陈一又再次发文,晒出了一组漫画,并称这是自己所看到的呈现给大家。 还说感觉肖战跟王一博就是真情流露,暗示当年两人就是真CP。 不仅如此,他还在评论区积极互动,说肖战和王一博近几年来明面上没什么互动,是因为两人之间有一个保密协议。 现在这个协议到期了,他才敢说出来的。 另外还有CP粉问他肖战王一博是否真的在后台牵手时,诚意也给出了一个相当暧昧的答CP粉。 听到后越发疯狂,更加坚定自己磕的CP就是真的,毕竟粉丝们从剧里找到糖不算啥,有成一这样半个娱乐圈里的人亲口认证,这可就大大增强了可信度,随后牵手话题才冲上了热门,沉寂好久的CP粉也开始下场猛磕糖。 这是怎么说呢?咱就先说说这个成一吧,这个博主在现在这个时间断发这些,目的也很明显,就是想要蹭热度。 不管咱说,肖战跟王一博的名头是真的好使,只要扯上他俩,那就必定会上热搜,这次也不例外,虽然肖战本人这些日子很低调,连带着虾们也不咋闹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容忍别人在他们雷点上蹦迪。 众所周知,维粉最恨CP粉,维粉觉得CP粉就是黑粉,CP粉还觉得维粉太霸道,所以事情要是闹大了,维粉肯定会下场撕CP粉的,这个在后面煽风点火的成一又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虽然说他没直接说王一博跟肖战是真CP,但是这充满暗示性的话已经足够肖战,王一博找上门来了,两人现在只想安安静静搞事业,却总是背带节奏。 虽然无稽作词人的身份挺好用,但也得粉丝买账才行,只为了一时的迎头小利,得罪两大顶流,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所以花哥这边建议,诚意还是适可而止吧。 然后关于伯军一销的真实性,花哥其实已经说腻了,熟悉花哥的老粉应该都知道,花哥不止一次说过两人之前只是好朋友,根本没有什么超出普通朋友外的关系,他俩在合作期间相处得挺愉快,都是年轻人,又整天在一起,玩得挺投缘的。 但是在陈情令爆火之后,双方的团队和公司因为提纯CP粉,吃红利,抢资源之类的,闹得是相当不愉快,所以身为当事人的肖战跟王一博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粉红小故事了。 当然除了这点原因之外,还有就是两人背后都有各自的金主爸爸,在当下这个阶段,金主爸爸是不会允许他们谈恋爱的,一是因为时隔好几年了这对CP还那么火, 陈情令这部剧的后劲实在太大了,而且部分利益相关者为了割CP粉的韭菜,还会刻意引导CP粉磕糖。 其次,之前的当改1.0和3.0都各自发展,直接训了,所以CP粉都紧跟着做当改2.0的磕糖梦女了,倘若两人都恋爱了,这CP粉的反噬是他俩招架不住的。 其次就是两人的事业现在都属于上升期,肖战忙着拍戏,低调做人,打算躲躲217事件后的风头,王一博则是到处飞,忙着上综艺,忙着录节目,俗话说一时的火可能算运气。 娱乐圈里爆火的明星,到头来只是昙花一现的不在少数,能够一直红的才是真本事,事业跟爱情,王一博跟肖战肯定会先考虑前者了。 王一博,跨越国界的中国青年偶像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青年偶像王一博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正直的个人形象,成功地将中国文化的魅力带向了世界舞台,成为了一位跨越国界的明星。 王一博,这个名字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娱乐圈中,早已成为了一个闪亮的符号。 从电视剧《陈情令》中深情演绎《蓝忘机》一角,到电影《无名》和《长空之王》中的出色表现,他不仅赢得了国内观众的喜爱,更在国际上收获了广泛的认可。 其中,《长空之王》更是荣登movieweb新闻网站2023年截至目前发布的十部最佳国际电影榜单之首,展现了其作品的国际影响力。 除了影视作品,王一博在时尚界和街舞圈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 他不仅多次登上国内外各大时尚杂志封面,更以独特的街舞风格征服了全球的舞蹈爱好者。 他的每一次亮相,无论是舞台上的精彩表演,还是红毯上的时尚造型,都成为了媒体和粉丝关注的焦点。 更为难得的是,王一博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更是一位积极向上的青年榜样。 他是唯一一位极其了百年伟大征程、冬奥会、亚运会、奥运会宣传等重大正面活动代言人的明星。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王一博个人形象的高度认可,更是对他所传递的正能量和中国青年精神的肯定。 他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各类顶级盛事的宣传中,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自信、开放、充满活力的中国青年形象。 王一博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作品和形象上,更体现在他与全球粉丝的互动中。 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分享,还是在世界各地的公开活动中,他总是能够吸引众多粉丝的关注和支持。 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连接,证明了艺术和人性的共通性,也彰显了王一博作为国际巨星的非凡魅力。 总之,王一博的成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的一次生动展现。 他不仅代表了中国青年一代的风采,更成为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让世界更加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 在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王一博将继续以他的才华和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一博的故事,是对每一位追梦青年的鼓舞和启示。 他告诉我们,只要勇于追求梦想,坚持自我,就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光彩,成为连接不同文化和人群的使者。 在王一博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未来,一个属于中国青年的辉煌时代正在到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